初夏时节,武汉黄皮区横山脚下,桑胜、桃子等果实挂满枝头,包菜、土豆等蔬菜涨势阵望,一群台胞在此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打造生态有机农场。 农场名为一星回乡生态农业基地。 团队创始人蔡三亿近日受访时介绍,取名回乡是希望大家在此找到心灵归处,回归自然本真,这也是团队坚守28年的初衷。 1993年,台胞李续青在台湾创建一星回乡团队,吸引包括蔡三亿在内的30余位伙伴加入,他们致力于实践自然生态农耕,创造与环境共存共融的绿色发展模式,经过多年探索,形成三产融合的完整产业链和成熟运营模式。 2018年10月,期望进一步扩大规模,团队来到大陆落地武汉。 我们会取名叫一星回乡的话,也就是说,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带领更多人,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,回到自己心里的一个故乡,所以这是我们取名一星回乡,它很重要的根本。 我们的创办人本身老家在湖北,武汉校感这个地方,所希望能够回到武汉,把这样有机这个事业,能够在这边生根落地,然后发扬扩大。 尽管拥有成熟经验,但是在武汉令辟江山并不容易,首要问题是找地。 因不熟悉大陆土地政策办事流程,团队前期走了不少弯路,索性后来与当地政府及台办搭上线,一切才慢慢顺畅起来。 其实在这边做了几年农业,其实有感觉到我们这边政府对农业这边其实是非常支持,而且非常想把农业这边做好,那我们也看到其实支持力度非常大,所以我们在这边做之后,我们发现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性。 土地的富裕、改良又是一项挑战,不打农药、不施化肥、不用激素,是一心回乡团队始终坚持的种植方式。 面对酸性偏高的土壤,团队复制台湾模式,以养草生肥、自然堆肥的方式,让土地休养生息。 经过努力,基地现有2700余亩,建立了涵盖有机生态农业、食品加工、健康餐饮、电商、地产、文化等跨领域串联联的全产业链。 今年,趁着大陆旅游热潮,基地开始预约性接待游客,预计明年将大规模迎客。 对我们来说的话,我想生态它是非常的重要。 所以我们希望说未来能够在我们的土地上都是有计划,然后同时把农业能够发展起来的话, 而且每一块土地都是不使用农药、不使用化肥、不使用出草地。 这样对我们国人的健康、对我们土地健康、甚至对我们农夫健康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福音。 在一星回乡武汉基地,像蔡三亿一样的台胞共30多位。 今年58岁的曾丽文曾在上海工作十多年,原计划退休后回台湾养老。 结识一星回乡团队后,她加入其中负责财务管理等工作。 她说他们爱护土地,追求健康的情怀吸引了自己。 他们有朝气、有活力、还有理想。 那我相信他们在这个土地上,还有在这个专业上呢,应该会发展得非常好,再加上政府的政策的扶持。 那我相信会很快地就实现这个很美好的未来。 34岁的陈敏辰是李徐青的大女儿,在一星回乡工作近十年。 种地,跑市场,开展工艺科普,产业链中涉及的行业,她几乎都干过。 原本陈敏辰来到武汉帮忙筹备开办餐厅事宜。 原计划待一个月就返回台湾。 后来看到了大陆的发展环境与自己的理想不谋而合,最终留在了这里。 我觉得自己的使命是传承,那我也想要把这些好的事情可以就是让它传承下去。